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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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地参加这次论坛 本来我提交的论文不是谈这个问题的 但既然主持人已经问到了 我就说两句 我2013年的时候曾经说过 中国应该放置朝鲜 数字上中国本的政府 应该来说在这方面做得比以前的政府也好得多 刚到这个报博士说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中国 而且认为中方没有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 这个话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 有一半没说对 所谓的说对了一半就指的是 这是过去的情况 从现在来看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对新的决议来看 中国是很好的执行这个决议的 而且中方也在自己的 不管是在苏萨的管道 还是公开的发言里面 都是对朝鲜都是持严厉态度的 有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 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 到现在两国领导人 已经没有复访 没有复访 这个说明这个情况 这个是至少从朝鲜来看 他觉得中国对他非常不好 中国对他不是非常不好 昨天有一个情况 如果是关心中国新闻的话 会知道 就是昨天中国的《机灵日报》 一个地方的报纸 针到了一版 锦版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核武器的防护 就是如果发生这个核战争的话 怎么来保护 在核武器上怎么保护 这个专版一出来之后 中国的网络媒体自媒体上 就一片欢呼 欢呼什么呀 说要打仗了 要打仗了 终于要打朝鲜了 接着讲了什么 就是说美国要打朝鲜 老百姓非常高兴 老百姓非常高兴 这就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放在五年前 或者说是放在三年前 在中国的民众里面 同情朝鲜 发现说支持朝鲜的人 还非常多 但是现在应该来说 如果做个民意调查的话 那么支持朝鲜的人 大大减少 同样的 因为这个民意的压力 民意的压力也会转上政府 也会转上政府 所以对这个政府呢 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有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这么多年来的话 所做的在中国最外政策当中 这几年来 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朝的政策 对朝的政策 应该来说 就是比几年前要大大的好转 比年前大大的好转 未来会怎么样呢 刚才就是 鲍博士也讲了 中国这个政府要把这个 作为朝鲜 作为一个缓中地带 一个缓中地带来看待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确确实实 中国政府 至少是在一部分领导人 中央这个决策层里面 还存留着这种思想 把朝鲜作为缓中地带 其实在现代政策下 不能中美之后 会发生什么问题 朝鲜都没有这种缓中作用 战略缓中作用 所以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中国政府应该打消这种 战略缓中带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么一个认识 对朝鲜的认识 如果说消除了这个认识了 那么可能对未来的 对朝鲜的这个政策的转变 会大大的有一个转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中朝毕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这一点呢 这个政府也是 中国政府也是很害怕的 它倒不是说 倒不是怕朝鲜垮 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而是说一旦朝鲜垮了之后 那么中国老百姓 就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提出疑问 担心的是这一点 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说这一方面也约束了 中国政府解决朝鲜问题的力度 解决朝鲜问题的力度 但是随着这个朝鲜 不停地晋升核武器的试验 不停地进行导弹的试验 已经把中国搞得非常被动了 搞得非常被动了 根据我的一个看法 不仅是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在中国的官方队伍里面 包括一些双当级别的高级官员 现在对朝鲜都非常不耐烦 不耐烦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的对朝鲜 会还有一个非常有利于 谈判到统一方上发展的这么一个卷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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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需 那么 你要伐嵌 就是 你看 谢谢 感谢观看